鋼火龍不足 造成水滴 魚溫的水位比較低 所以變成魚跟魚的行動空間比較不足 造成行動的速度跟全外的機率都感覺很多 第一個因為水體的不足 當我們養蝦的話是看整個水體體積的部分 因為降雨量不足 導致我們的水池魚溫的水位比較低 所以變成這樣子 大於魚蝦它的生長空間比較不足 所以導致它的成長速度跟它的存活率都相對降低很多 理論上而言 一開始的時候因為價格減少缺水的上升 但這兩年因為進口量的大幅增加 所以變成說整個產地的價格 也一直維持在低點的狀態 甚至都比往年來得更低 榜耀的蝦阿廟因為缺水水質出問題 生長的狀況也不是很好 鹽海生產的三百魚跟八魚 有時候大部分都是在春天榜蝦 但是因為今年嚴重缺水很多魚面 都在觀察狀況 往年在母雞姐這個產季的時候 應該是在一百四、一百五左右 一台金一百四、一百五 那以今年而言大概只剩下一百、一百一左右 變蝦的成本大部分都是在市場上面 蝦阿廟只是減少的部分 但是今年因為很多蝦阿廟的成本都沒辦法回本 今年幾個蝦阿廟的時間圓在 必然的影響到三百魚的三龍 南特新聞綜合報道 出 justamente了 至於飛距離